大家好 我是五仔 今天的中國新聞 厲害了 請大家給我like支持 我們每個鐘有新的廣播 看到了香港有個圖出來 習近平主席和媽媽年老的母親合照 拖著手 廣東高層新年前夕慰 你問中共元老習近平的母親 拖著手 之前有人傳什麼 什麼都沒有報 沒有香港新聞報 我們不說的 有些留言說 傳什麼什麼 香港新聞說你才好說 我跟我自己說 不知道你了 看到國家衛健委不再宣布疫情訊息 是不是真的不報了 你說香港連續三天兩萬 被人催到中國又不知多少確診 其實那些都是數字 接下來不報了 不報就不用報了 那就沒事了 另外還有什麼 前廣州市長 哎呦 染新冠病勢 真可憐 這個是真的消息 我們看到報紙寫的 內地酒店繼續發瘋疫財 推出特惠套餐 12900元住7天 大哥 你現在不是防疫酒店了嗎 已經不是了 那為什麼 staycation 一個星期要13000元 中國人均收入多少錢 13000元怎麼給得起 另外上海Tesla 工廠突然間放假 懷疑提早停產 另外浙江省新增 100萬確診病例 月尾才見底 可以到達200萬 另外廣東省運動會打架 16名幹部 要問責 山東有一條女兒染疫發高消 病到猛了 脫毛蠟子 當是退熱貼貼上額頭 這樣瘋了嗎 死不死得 這個boxing day 究竟有什麼 勁抽的新聞 在內地 我們就交給OK仔 和大家講水一下 謝謝五仔 大家好 我是OK仔 又到內地新聞的時候 首先 現在國家委建委 就宣佈了 好像不再說了 什麼不再說什麼 就是不再說每日 疫情信息 為什麼呢 他說由改為中國疾控中心 發佈相關疫情信息 供參考和研究作用 自從內地開放了這個防疫之後 疫情大爆發 但是 大家有很多質疑 為什麼官方的數據 每日只有1,000多單確診病例 死亡個案 得寥寥可數 更加近日 連日多日都通報 沒有新增死亡病例 就此 得到質疑 據知 所謂的數據 現在 因為 內地現在放棄了 大規模的核酸檢測 沒有人知道 他們也沒有什麼渠道 可以匯報給大家聽 官方也沒有一個 跟香港 香港中段 林鄭 叫大家自己 誠實鬥沙包 更加搞了全民快策 他做了一個數字 大概可以用一個模型去推算 現在進入疫情的情況 去到哪個位置 高峰 回落 還是怎樣 但是內地就好像沒有這件事 所以 大量人士 就沒有辦法 納入官方的統計數字 當中 所以 現在的數字 令人覺得 差異 原來這樣的 內地的計法 就很不同了 那 沒有辦法 現在計不到 就好過他隨便說 但是 也有些 不同的省市 官方的數字 也列出來了 在浙江省 召開了 新冠疫情發佈會 指出他們的省 單日新增了 新冠患者已經突破100萬單 根據近期 病例監測社區抽樣調查 結果推算 大家都是猜的 現在就在猜 你見到 我們說 東莞也有30萬 這裡浙江100萬 青島也有50萬 你只是說這幾個地方 都已經接近200萬 你按照這個推算 我當你平均 都80 是吧 50 50 50 60 這樣 你做一個平均數 60 左右 你可以計 全國那麼多的省 那麼多的市 不同的地區 你可以得到 每天新增的個案 有多高 而浙江現在的疫情 高峰期 預計會提前到達 元旦前 將會進入高位平台 即是橫行 期間 單日新增 患者 將會高達200萬 即是100萬 還未是一個高位 200萬才是極致的 高峰會維持一個星期 而到春節前 就會逐步回落 之前網路上有些瘋傳 一些消息 關於習近平習主席的母親 的健康狀況 當然這些在網上瘋傳的東西 當然還未能夠信以為真 官方也有刻意出來說些什麼 但是近日廣東高層新年前夕 就慰問元老 包括我們的習主席母親齊心 那真是不公自破 廣東官媒報道 在一新一年即將來臨之際 就在日前 廣東省委書記王崑明 省長黃偉忠 省人大常委會主任黃楚平 省政協主席黃榮等領導 先後用不同的形式去慰問 朱森林撈瑞華 黃華華、朱小丹、齊心等等 而其中 齊心就是 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母親 他96歲 也是中共元老 習仲勳的夫人 即是習近平的父親 他自己本身是一名革命女性 15歲 抗日風火當中參加革命 成為八路軍的女戰士 童年也加入了中共 有外界傳言 遙傳 習近平媽媽在深圳定居 沒問題 也放了一張照片 就看到我們的習主席 拖著他媽媽 即是告訴大家 謠言不公自破 不需要大家憂慮 沒有問題 身體健康 不過還是要小心 由於奧美少年來勢 看看這宗新聞 在杭州 他們每天的發熱門診 說到有6萬多人去看醫生 而急救中心 他們接那個order 就持續攀升 每天接到收到的報告 說到需要求助的 是3000個以上 那真的是同期的三倍 所以現在他們都在想辦法 例如杭州市 每天採購退銷藥近10萬盒 調配退銷藥物近1000萬粒 而浙江省應急保障組 在對外省採購了1萬塊藥 其實你搶我我搶你 訂購就訂購 訂不到也沒辦法 另外也和大家說一宗消息 前廣州市 前廣州市市長 例如黎子 例如黎子流 感染了新官離世 享年91歲 其實近期也有很多專家 內地的專家 比較大了年紀的都紛紛離世 你看到很多人士可能 真的過不了這一波 其實現在內地都是非常重視這個問題 究竟如何推翻低死亡率 傳出 袁廣州市市長 黎子流 因為感染疫情 在日前 早晨離世 在年91歲 據知道 黎子流擔任創會主席 廣州市高爾夫 求協會 早上發出公司 指出 這位前市長 在 早上離世 也說到這個新官 好像非常控殘 特別對老人家 很不友善 他是上世紀80年代 全國著名改革大將 90年代 曾經擔任廣州市長 敢作敢為 口碑好像挺不錯的 他的根據就是 行就行 行不行就回到順德 行不行 做了就說 做了不說 做完再說 多做少說 這些 也能告訴大家 但是 說到其中一個非常熱議 這個話題就是 他 那種 粵式普通話 被人拿出來 炒作 更加說到政府官員要拒絕普通話 說普通話 知道了 這件事 有些是真有些是假的 但是 看來內地有很多 高官也好 前高官 專家 等等 如果他們上了年紀 恐怕真的要小心身體 除了 這些 人事離世之外 也說到Tesla 上海闖逢 突然之間 停產 糟了 對Elon Musk 也會有一個很大的打擊 因為 在今年 上海Tesla廠房 斷斷 又停工 又開工 又停工 又開工 會不會導致 影響到Elon Musk的名年大雞 甚至乎 交車 出現了問題 根據內地傳媒引述露透社的消息 一份內部通知 兩名知名人士透露 全球 最大電動車 車廠 Tesla 德斯拉 在 日前 暫停了上海工廠生產 並提前放假 為什麼 內地很多工廠大小的就說沒有訂單 但是他們應該是做事 據了解 Tesla上海工廠取消了早班 只是告訴製造中心所有人 你們可以休息 亦沒有解釋任何原因 那會不會 Elon Musk快點上來 就是撿了上海工廠 其實路透四日前已經報導過 Tesla計劃 在12月 車輛生產指標削30% 而 他們自己一部內部的 備忘錄 亦都說到 Tesla在12月最後三個星期 Y型 Model Y 生產目標 大概只有2萬格 當中包括 暫停生產一個星期 但是Tesla就否認他們會削上海工廠 那個產量 究竟現在是什麼事 亦都不知道 因為 最主要就是可能 太多人確診了 所以 不如現在就先停了 讓人好 再重新投入這個服務 好過 做到半天釣 亦都可以了解得到 那 沒有辦法 始終這一次 等同好像香港那期 大家很辛苦 辛苦就是 你撐我我撐你 一個人做三個人 但是香港就沒有辦法 那句說話 那句說話 頂硬上 沒得頂 大工廠 除了說到現在 由於浙江 那個 環境又那麼大 亦都看到清土之前 那個感染人數 那麼激動 現在 隨著內地新冠感染人數 飆升 說到 對於隔離環境要求 很高 又出現這些 叫做 瘟疫彩 各個地方推出隔離優惠套餐 不是那些農曆新年廣告套餐 而說到 非常之不便宜 有多不便宜 說到現在 原來 集中 付錢隔離 單日過百元起 報分 隔離點 配 醫務人員額 那麼好了 那麼說 最激動 在哪裏呢 有些是酒店隔離 三至七天的隔離 套餐 除了住宿 也包你飲食 而說到很多地方都不同 價格格意 說到其中一個地方 誇張 推出了 12900元 七日六夜 隔離套餐 哇 哇 七日你要住 13000元 酒店 會提供外賣直送 到房間門口 客人可以全日 留在房間裏面 自我隔離 嘩 那真是恐怖了 12900元 誰住啊 你 就要住 這個隔離套餐一推出來 就有很多網民 就疑 是的 那你給錢 自己集中隔離 是有效 惹到其他親友 但是 老實 用常理去想 第一件事 那麼昂貴的價錢 它裏面有什麼服務呢 第二件事 就算你離開了 家 你是否確保到家人 都不會感染到 那當然你說不是啊 你會惹到的嘛 你當然是對他好一點 香港也是 遇到多少呢 自己病房門 閉關七日 香港那時候 有多少 消毒 抹東西抹 香港也是這樣 為什麼你們 都可以這樣 但是 你說 1270元 我都覺得OK 但是你說12700元 那我又覺得你真的是 那這些價錢 你自己考慮一下 會不會被人說你 發了這樣的瘟疫財 那沒辦法 窮了嘛 有人就說 這個時候不賺 什麼時候賺 而講到廣東省的運動會 亦都出現 決賽打架的事件 16名幹部 遭到問責 這場 所以有人說 你什麼時候才可以 強起來 打到世界盃 入到決賽州 等等 廣東省 監委 在日前表示 今年8月7日 舉行 廣東省第16屆運動會 男子足球 越A U15的決賽 發生打架事件 經過調查後發現 16名黨員 領導幹部 嚴肅問責 包括 廣東省體育局 黨組書記 局長 接受黨內嚴重警告 政務 幾大過處分 免職處理 廣東莫名 前市委常委 崔劍 將會接任 而出任 廣東省 體育局 黨組書記 那 真是麻煩 那 裡面涉及的會不會有很多 銀子呢 真是不清楚 不過 有人就說 這個世界 什麼地方都可以 假的 是不是 不要緊 最重要 找到人出來 希望 這些東西 找少一點 最後就沒有 就最好了 說說內地 最近 真是厲害了 就著疫情方面 大家想到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好像說 喝童子尿 這次很厲害 可能真的病得 溫溫 有個山東女士 懷疑 惹了 惹了 Omicron 然後發高燒 想辦法退熱 大家一定想 吃藥 再加退熱貼 這位女士竟然擺烏龍 她說她自己沒有 快速測試 在家 但是發高燒 去到接近40度 自己吃感冒藥 打算休息 睡覺 翌日起床 咦 為什麼額頭 多塊東西 原來 她 才醒起 半夜 迷迷糊糊糊糊 燒到 慶合合 曾經起床 吃藥 然後去藥商 拿退熱貼 貼在額頭 誰不知 她看一看 鏡子 咦 這塊退熱貼 不同的 原來 她拿了一塊 脫毛 蠟子 當退熱貼 貼了額頭 哎呀 陰功了 貼到眉毛 Oh my God 怎麼辦呢 大件事 怎麼撕 很難撕的 那麼 幸好她唐眉 剛剛 對上那個位 貼了 她不是貼著唐眉 否則眉毛 都沒有了 她說 很無奈 她打算撕吧 撕一撕 幸好她醒目 用熱水敷了額頭 讓膠慢慢軟化 最後 成功撕了這張蠟子 但是 額頭上 一坨膠 撕極撕不到 還要有一個反光影 在上面 非常可怕 所以 她最後 找了很多藥酒 酒精才能擦脫 所以告訴大家 有時候一個人在家 沒有人照顧 也很 陰功 現在說一下 上海 她鼓勵大家 留在上海過年 而說到北京方面 也千方百計 打算降低死亡率 那究竟有什麼辦法 我們看看上海方面是怎樣 上海為了確保疫情 防控 轉趨平穩有序 保障正常生活生產 針對當前上海部分 行業 企業階段性 用工短缺的問題 所以 發佈了鼓勵大家留在上海過年 而說到 上海市人民政府辦公廳 印了這個相關的通知 槍耳 非必要 不要做核酸 一線 人員感染深攻後 居家 滿七日 徵狀轉好 或是無徵狀 你就可以 立即復工 也告訴大家 現在是趕開工 而北京 他們說要想 千方百計 提高治癒率 降低死亡率 我們其實也要研究一下 你那個死亡 原因在哪裏 究竟是很多老人家 不一定是老人家 是很多人 中了之後 他馬上引起很多病發症 這隻Omigron 是否轉了 而說到不是 我們看到很多老人 上了一年多 他們很容易 就出事 可能 這個藥人 踏著了 引爆了 在 潛在在內的身體問題 這件事 如果 他們的醫院 系統沒有爆炸 會不會可以趕得及呢 現在其實 看得到 其實醫療系統大爆炸 比較嚴重 北京 他們自己說 要研究一下 Ormigron 的疫情衝擊 由於感染人數 很多 防控工作現在處於關鍵時刻 並且強調 隨著感染人數增加 有基礎病患者 也將會增加 醫療機構 承受的壓力 是非常之大 所以要進一步完善醫療體系 三級醫院 要綁著醫療救治 生命保障的底線 什麼級別的醫院都要綁的 除了這些之外 我覺得你們真的要想一下 是不是應該要出動方艙 反而我覺得 出動方艙 你幫忙分流 這個是非常有作用的 而說到 現在 北京殯儀館 火化遺體 數字 越來越激動 本身一天有40具遺體 要火化 現在 增至150具遺體 接近四倍 市民就開灘了 遺體 轉運不及 怎麼辦呢 有北京的市民 向香港記者爆料 就說現在他們的遺體 轉運不及 需要民政局 上門做防腐 糟糕 可能 那個人 呱老襯 百年歸老 或者 真的 要突然死亡 那麼 他這件遺體要放在家裡幾天 這位市民 就說到 由於急救電話已經打不通 只能打公安報警熱線求助 搬運屍體 有 北清社區報 亦指出 北京市通州區民政局了解 通州區殯儀館 近期需要火化遺體 數量增多 以往是40具 現在 就算開到OT 每天都有 百五具遺體 而說到 由於大部分員工已經感染了 Omicron 人手非常緊張 唉 頭都帶了 如果上門做腐化又如何呢 說到民眾 如果家人不幸離世 民政局就會上門做防腐 死亡證明直接發送到社區 很多人就真的唏噓 沒辦法 情況就是這樣 希望他們能夠快點好轉 說完這些之外 亦都跟大家說說另一則新聞 有個內地女子竟然被迫全羅下跪 更加被人打 到 Bletjet 這條影片就網上瘋傳 發生什麼事 這條影片最多是抖音發出 後來轉到Twitter 微博這些平台 立即引起網民的熱意 我們看看究竟是什麼事 影片當中 有個女人 竟然被人打到全身都是傷 然後 全羅 拖到有一名 黃髮 赤裸上身的 年輕男子 驗了感冒了 眾人逼這個女子 對著這個男士 扣頭道歉 還要扣到狂狂聲的那一隻 而這班 欺負人的人 欺負人的人 還拿著鋼管刀 說到 出力點 出力點 追到滿意為止 很多網民就覺得 這樣 很離譜 這個年代還有這種事 希望公安局可以調查一下 究竟發生什麼事 另外 在現在兩岸 又出現一個緊張的局勢 因為 中國解放軍東部戰區發言人施毅 在昨天表示 東部戰區當日 在台灣周邊海空域 組織各個兵種聯合備戰警巡 以及 聯合 火力打擊的演練 圍著台灣周邊又來做這些事 他們表示 東部戰區的演練是針對 當前美台升級勾結 挑釁堅決回應 會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根據台灣國防部公佈 在星期六上午6點到星期日上午6點 一共發現 解放軍有8部戰機在台灣周邊空域 其中一格 飛越西南方防空式別區 另外有三格 解放軍軍艦 在台灣周邊活動 這件事 也可以看到 局勢是否慢慢 轉出緊張呢 說到台灣 現在說到新竹市 有個男人懷疑跟他爸爸發生爭執 不知道是燥底 竟然 自己帶了一個自製的爆炸物 去到派出所 又是很奇怪 為什麼呢 你對你和你爸爸吵架 拿個炸彈去派出所做什麼事 期間 由於肚炮 就不小心引爆了 令到自己的右手手掌斷裂 需要截肢 真是 恐怖了 這件事 搞到這樣 又有什麼位呢 最後 法官在日前 判刑 認為這個男子已經付出沉重代價 依違反未經許可製造爆裂物罪名 判刑 七年零六個月 右手募迷還要坐牢 你說多可憐 希望內地的疫情快點好了 時間流逝 你看到每天的確診數字都非常驚人 希望 死亡人數不要那麼高 今集時間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講 拜拜